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大紀元《珍言真語》的節目 因為立法會選舉就有9月份進行 所以我們都會開一系列的 關於立法會候選人的採訪 首先我們就請到王子瑜小姐 你昨天就宣佈參選了 嗯嗯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觀眾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王子瑜 今年就22歲 現在在寧南大學就讀視覺藝術的科目 其實我本身以前一直都有不同崗位上面 都有參與一些社運或者抗爭 一開始就是可能加入了一些反對譜教宗的關注組 之後也都加入了學民思潮 在雨傘運動的時候就參與過絕食 之後就做了發言人 但是學民完結了之後 我就改為低調了一些 就去處理了一些 就是加入一些公民教育的組織 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裡面 我就沒有加入任何組織的 就以一個個人的身份 就跟很多普通的香港人都一樣 都是一個無名的抗爭者 走上街頭 但是就很不幸運 就在11月理大一役之中 那時候發生了一件事就是 我想大家都有一個印象就是 油麻地那個人產人事件 我就在那裏被捕 就控告了這個暴動罪 然後就 因為這個罪名 也都令到我很多本身 譬如有想著繼續讀書 或者去外國進修的一些計劃 都因為這樣打斷了 但是也都令到我會想 既然我本身都已經是有一個這樣的心位 而我也都不介意去做多些的時候 會不會反而是藉著這個身份 當政權已經把我們迫到無路可退的時候 反而是走得更加前呢 所以也都會開始去考慮參選 是啊 所以它很特別 就是一個以抗爭者的身份 以及背負了這個暴動罪 可能最高10年的研發是去宣佈參選的 我相信你雖然很年輕 22歲 已經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其實這個參選決定是何時決定了的 中間有沒有思想的掙扎 其實是有的 我是11月18日的時候被人告 告暴動罪之後 其實一開始的確會有很灰心 或者很絕望的時間 因為始終是很多你原本人生的一些計劃 都會打斷了 也都會很迷惘 也都會有很多恐懼 也都因為這樣 其實是當中沉寂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直到大概在最近因為武漢肺炎爆發 那開始就會 反而開始慢慢過了幾個月的時間沉添之後 就會開始想 我這幾個月這樣其實都是很多時間 都是自己一個可能在這裡無所事事 就這樣等待判刑或者等待上庭的時候 然後其實我是不是真的甘心就這樣 什麼都不做 然後有香港一直變差下去 然後這樣看著情況變差 然後在那裡等呢 那我發現自己原來不甘心地這樣做 既然是這樣 既然寧願 就是這樣被絕望叫做 將你整個人困住在家裡 什麼都做不到的時候 反而會不會是藉著那種 藉著那種不甘 或者對於政權把你判了這些這樣的一個 即是說你們是暴徒這種的憤怒 反而轉化為力量去做多些事情 所以其實都是 我都是最近可能 都是在3月的時候才開始想 會不會參加選舉 是的 你3月宣佈都已經在考慮 但我們看到你的新聞就是5月份 你在旺角那裡被警察收績 所以比較關注 其實都不斷有這麼多事情發生 其實上一次5月份那件事 有跟你自己帶來什麼影響 你說的是街站那一次 不是 就是那一次警察說 評論你的身材 其實那一次已經不是第一次說 是警察有口頭的性騷擾 因為在上一次11月被人喊的時候 其實因為那時候沒有鏡頭 也都沒有記者拍到 但其實那時候警察也有做出 一些不是很尊重的評論 他對所有被捕人士 其實都是同一個這樣的態度 所以其實對於警察這樣做 我當然一來其實我本身 已經是有了一個免疫力的 已經覺得根本他們一個這樣 這麼無人性的一些人 其實本身他們去講這些說話 其實我都應該不出記 但另一方面也都會 始終都會有一種憤怒 因為他們其實是 一個叫做人民的公僕 但反而是這樣對待香港人 都會是 仍然都會有一種憤怒 同時也是 其實那一次的限聚令 那一次被人控票 其實我本身是真的這麼巧 純粹是想著在街上去買一些東西 買一些自己的需要的物品 但是這樣都會被警方這樣控告的時候 就真的感受到 其實這一種的 政權那種壓迫 是無論你是不是故意去反抗 還是你只不過是老過 其實都會影響到你 那個影響其實已經是去到很深入 和很全面 是啊 但是現在港版國安法 上個星期四就公佈了那些石傑 是的 裡面都有很多 包括特首就可以指定法官 類似這樣的惡法 就不斷地會 香港可能就會實行 那你自己要參選立法會 你不怕會被DQ 或者面臨一些更加嚴重的打壓 其實一來就是我本身 自己會決定出來選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已經被控暴動罪 其實那個刑期已經非常之嚴重 也都基本上是影響我整個人身 所以其實都可以說已經 其實沒有什麼可以失去 因為就算我出不出來反抗 就是那個控罪已經在 那個司法程序已經在 其次就是我覺得 如果說怕不怕被DQ 其實在現今這個香港 就是當政權的打壓這麼全面的時候 其實只要你是真的堅定的 是一個堅定的反抗者的時候 其實無論你說反對國安法 或者你是幫一些人去進行一些維權 其實很多時候都有機會觸怒到中共 其實根本上你 只要是真的要反對暴政的話 根本你無可避免都有機會 會面對這些中共的清算和打壓 所以其實會不會被DQ 或者會不會面臨更高的刑罰 已經是 如果是想著為香港去付出 或者做一些事情的人 其實已經不應該是考慮這件事 講回自己當時11月18日 尤馬地那件事 就是人踩人的時候 當時為什麼被控暴動罪 當時的情景是怎樣 可不可以和我們回顧一下 我可以說一些大概情況 但是我沒有辦法說得太詳細 因為是案件的內容 但是其實那時候是 就是因為理大那件事 因為有一些學生被困在裡面 警方也有很多很暴力的對待 所以就有很多市民上街去聲援 以及想去救這些理大學生 而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就被控暴動罪 其實你說警方其實在 過往一年反送中運動裡面 其實他都是抓了很多人 都是以暴動罪去抓的 但是其實都很明顯是一個濫捕 因為他抓了好像千多個人是暴動罪 但是最後其實正式可以起訴到的 就是進入司法程序的 都只有一半 而且那一半其實 包括我其實都是 所以他還是在審訊之間 其實是正式判刑 也都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那時候自己有沒有受驚 都一定有的 因為就算有對抗極權的時候 都會有一定的基本的心理準備 去面對不同的打壓或者被捕等等 但是到真的被人抓 甚至真的知道是暴動罪的時候 那個沉重的心情都會在 還有都會有恐懼的 始終你都會想像到 原來真的有機會 萬一要坐十年 所以一開始其實是有些 都會比較絕望的心情 但是後來慢慢 我想 又見著 還有不同的 見著不同的其他抗爭者的經歷 或者有認識到不同的其他同案的被告 或者其他抗爭者 慢慢就開始會 發展到後來就會想 其實不如 與其不停這麼絕望 去等不如 就利用這種絕望去做多些事情 一見到很多的女生 特別是 因為都採訪過很多 他們都在香港這種壓力下 好像有點逃不過氣的感覺 甚至很多都甚至有情緒病 抑鬱症 但是你為什麼可以克服自己的恐懼 其實 本身 關於情緒病這個事情 其實我一直都有吃一些情緒病的藥 但是 我想都是關於經歷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本身 可能比較在小的時候 就是中學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參加社運 那時候其實已經開始面對很多不同的壓力 或者 開始面對很多輿論等等 當中當然都有被情緒打擊到的時候 但是經歷過這麼多年 我也都慢慢開始學習到怎麼去調節這件事情 而且那種感覺就是 以往 雖然是有很多很絕望的時候 但是 絕望是那個現實的環境 而希望那樣東西其實是你有關於 是基於信念 而不是關於那個現實的環境 所以 當我的信念越來越堅定的時候 就算那個現實環境有多差都好 但是身邊都仍然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也都令到我覺得可以克服到這些困難 那如果放大這個環境 你覺得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甚至更長 對香港的年輕人有什麼改變呢 我覺得是令到很多年輕人 其實都是已經 他們是真的見證著香港一個很巨大的轉變 我想上一個巨大的轉變 可能已經是97年的主權移教 我剛巧就是97年的9月才出生 沒有經歷過英國殖民旗時代 但是剛巧就是和香港一起長大 你當是0歲到現在22歲、23歲 但是也都很 有些悲哀 就是同時間就好像我一路成長 就一路見證著香港越來越走向下坡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反送中運動其實都代表著 其實要去反抗或者去叫做 一場所謂時代革命這件事 其實都已經是我們這一代 一個叫做與生俱羅的一個責任或者命運 其實是有一點點是 不是說我們想不想避開還是什麼 其實它就真的因為就是這個時代要發生的事情 我想也都令到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們都已經不是說以前 可能那些只是這麼重視 經濟上要有很多錢 或者要在物質上得到很多滿足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經歷過這些運動 反而是更加明白到那種思想或者人性 或者你聯對於人更加重要 你知道中共在歷史上已經70年了 其實是不斷製造恐怖 包括中國大陸的人都是被抓逼 但他們好像香港人那樣發聲 為什麼你們香港這一幫年輕人與眾不同 其實你們對於這個中共政權是怎麼看的 為什麼你們不怕他們 我覺得其實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 香港人始終在以前那幾年 始終我們接觸到的資訊比較多 比較全面和客觀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其實是有一些可能在大陸 沒有辦法被允許發佈出來的一些真實的資訊 其次也是有關於一種可能本身公民教育的不同 雖然香港人本身以前政治意識都不算特別高 但是至少我們接受到的相關 就是關於民主 自由等等的教育 或者意識是比較高的 也是因為這樣 同時我們也因為可以對著大陸的這個情況 看到其實中共他們以前做的事情 看到他們以前做的事情 會接下來怎樣在香港再做一次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可以看到一個教訓 所以為什麼香港人會站出來反抗呢 因為大家都會看到 如果我們不出來反抗 接下來的命運可能變成 就是中國現在這樣的情況 甚至乎是更加差 當然你說是不是不恐懼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會有恐懼的情況 但是都是那句就是 其實政權已經把大家迫到 有一種無路可退的感覺 就是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不如是放手一搏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心情 最近你都在加拿大那裏 把香港人的心聲帶到 你覺得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情況 他們有沒有關注到是怎樣 就是那一次的經歷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其實國際社會 對於香港的情況都是關注的 因為始終香港是 在一個中共這麼獨裁的一個政權之下 是很難得地可以有這麼多人出來反抗 或者很難得地有這麼多 不同的聲音的一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有機會 接下來這些自由就會消失 甚至變成中國大陸陰謀一樣的時候 我想大家都會有特別的關注 再加上他們都 香港也是影響著 可能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一些利益 或者經濟的交易 所以我想國際間都會有一定的關注 但是我們同時間都明白到 其實始終外國或者不同的國家 他們是沒有一個義務 說一定要去幫香港 所以其實到最後 香港人除了去依賴一些 外國政府的一些支持之外 其實更加多是要做一些民間的交流 我覺得重點都要是 連結不同地方的抗爭者 另外也是 其實最後都是要靠我們香港人 自己在本地的一些抗爭 那你這次參選呢 其實你希望帶來什麼改變呢 其實我自己參加這個選舉 絕對 立法會這個議席對我來說 絕對不是一個唯一的目標 它只不過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可以爭取的一個戰場 或者其中一個可以去表達 更加多抗爭者聲音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相信如果一個被控暴動 即是被政權說他是暴徒的一個抗爭者 他居然是可以得到一些足夠的民意授權 去進入立法會 去代表一些人民的時候 我想這個 無論是國際社會 還是香港本地 其實都是一個對政權的一個宣戰 或者一個反映 做一個民意 如果到時他再DQ我的時候 就更加顯出那個政權 其實有多悲劣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不是暴徒 我覺得自己就絕對不是暴徒 因為真正的暴力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未必是大家所見到 譬如打爛一些 或者丟東西 其實真正的暴力 根本是一些擁有權力的人 他們在制度裏面的暴力 當然那些暴力 就不是大家見到的那麽明顯 但其實實際上那些暴力是更加殘忍 因為他們有權有勢 就可以很亂去 喜歡怎樣去打一些弱勢 就怎樣做 所以其實那個才是真正的暴力 而我相信其實很多香港人 在過去一年其實都已經看到